好,这位朋友的这个帖子呢,其实我也都有点麻木了,不是很感兴趣,我看到很多人评论呢,那我还是把他这个帖子转述一下,他说他以为很多人都知道这点破事,没想到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他说当年我采访了我国著名的药物不良反应专家海军总医院原药剂科主任孙中石,标题就叫做中程药违规添加西药成分,药监部门提醒防中毒,你们去搜一下,肯定能搜到这篇文章,我搜了一下还真的有,官媒的啊,你看北京科技报发出来。 这个都是2010年的这个事儿了,都已经12年了,这个事儿,现在有没有得到改善呢? 我说啊,我对这个东西已经麻木了,不感冒了,原因就是我发现有比他说的这个东西更惊悚的,但是现在全都没有了,而且说的那个人已经跑到日本去了,叫王菊。 那么我把他这个帖子摘药呢,说一下,他说啊,第一,有些中药添加西药非常的隐蔽,他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他放到药囊那个,放到包装里去了,放到囊壳里去了,第二呢,这个,就是添加了伪劲的这个化学成分呢,已经有了44种了。 第三呢,他说这个,呃,44个种类啊,化学成分44个种类,他说第三呢,他说在收入的5000多个中程药中,至少有160个,是含有这个西药成分的。 啊,大多数都含咖啡碱兼兴奋剂,第四个呢,他说在这个中药里面呢,添加西药啊,因为中药的来源就非常的复杂,有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质。 啊,这个时候你再加上西药,而且剂量又不好控制,患者根本就不知道,说中毒的可能性很大啊,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呢,呃,他说这,壮阳啊,抗血糖,呃,降血糖,血脂,抗癫痫,高血压,这里面呢,就是重灾区,啊,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这些个,呃,违规添加的西药成分,他们的中药做效忍就是个零。 第六个呢,呃,审批放开口子了,这个大概,大概就知道了吧,他不但是审批放开口子了,我们有一种东西啊,他在保,为这个东西保驾护航,是吧,我来说高点,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 意识形态,竟然为这个东西保驾护航,我直播间的小朋友们,你们能听得懂吗,这个问题,你们听得懂就扣个一。 啊,他为这种中药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种意识形态,为他保驾护航。 还没说他放到药壳里了,那个王菊不都说了吗,他都,啊,抠了个三十三。 王菊不都说,他已经把那个中成药的伪装从出来化学名称啊,伪装的分子室。 他的伪装从这个样子了,你还,哎呀,就可以说已经分辨不清楚了,现在。 哇。 哇。